自己只是把鼻涕加进了同学泡面 竟直接赚了人生中第一个百万 只因他和同学打架的视频意外上传到了网络 不曾想尽在一夜暴红收获千万流量 瞬间从屌丝逆袭成出手破绰的公子哥 然而一天前他还只是学校的最底层角色 为了避免遭到拥有70万粉丝的笑把欧打 男主每天都必须乖乖化上丑妆被迫在别人直播间出镜 不仅要遭受大量网友嘲笑 甚至还拿不到一分钱 而在笑把寸头哥的带领下 长得漂亮的黄发妹子也是加入了直播行业 并以男主扮演出丑的戏码一天狂涨5000粉丝 听到寸头哥要随机给粉丝抽台新版电脑 男主只觉得卑鄙 只因他知道寸头哥说这话完全是涨粉的噱头 压根不可能征送电脑 但对此男主只敢在心里偷偷抱怨 看着镜子狼狈的自己 男主实在不服气 寸头哥明明成绩倒数 可却拥有一次赚几十万的能力 似乎每个人都有一种能力 可他偏偏没言没头脑 只是个任人欺负的屌丝 就连帮寸头哥拍视频的黄毛 也能故事打他一顿 尽管男主知道这人或许打架能力不强 但谁叫对方身后有寸头哥撑腰 就在男主为此纷纷不平时 当才直播的黄发妹子 竟惊讶表示赚了三万块 此言一出男主瞬间傻了 仅仅一个午休就赚了他打工一周的钱 大したことしてないのに 昼休みにがっぽり三万円 なんか俺はねえのかよ 期待してて うわ 俺も やってみるか 女主 黄毛健壮也不禁眼红了 如今靠着帮寸头哥拍视频的经验 他觉得自己做个账号也未尝不可 于是询问起了直播需要哪些准备 文言寸头哥自豪感 是最重要的就是要有成年人的身份和银行卡 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平台的收益 然而黄毛因为之前偷偷花了父母的存款 被抓了现行 已经没办法弄到家人的账户 突然他想到了男主患病的单亲女性 听着几人调侃母亲 男主知道本该出全暴打黄毛 可他最终还是隐忍了下去 如今母亲待在医院每天都需要用钱 他可不能在这个时候出意外 心疼交完三万住院费后 男主便来到一家快餐店打工 一想到累死累活却只有五千 男主就感觉人生一片漆黑 好在店里有一个妹子小薇 不仅人长得漂亮待人还十分友善 只是一个微笑 男主就觉得内心被深深治愈 可就在这时 寸头哥开着直播大打咧咧进到了店里 目标显然是冲着小薇来的 表面说是要完成粉丝的挑战 却拿出一张超级加量的汉堡图片 要求小薇在30秒内做好 如果失败就要给联系方式 想到自己女神要被这种人得到电话号码 男主立马决定为女神而战 拼了老命在30秒做好了汉堡 尽管男主知道明天上学 肯定会被寸头哥暴打 但为了女神一切都值得 而也正是这一举动让女神对他另眼相看 晚上黄毛来到了男主家里 并借着男主母亲账号开启了游戏直播 听到榜一表示 只要30个人头就打赏3万 男主顿时气不打一出来 偷偷在泡面里加了点佐料 但就在他端过去时 不小心被一根电源线半斗 于是下一步 黄毛当即就抡起男主一顿暴打 就是因为男主的意外导致他丢掉了到手的三万 并嘲讽男主没有出息 都要怪自己的妈妈得了癌症 此话一出 彻底激怒了男主 他狠狠抡起沙包大的拳头砸向黄毛 这是他第一次出拳打人 就这样男主发现了打架 似乎并没那么可怕 抄起泡菜就跟黄毛互偶起来 两人都不知道摄像头一直录着 并且已经有人在直播中看见 到了深夜 男主看着遍地狼藉 只觉得自己好凄惨 但他还不知今晚就是改变原生的转折点 为了省电 他在睡前关闭了主电源 一日一早 男主就被手机铃声吵醒 原来是黄毛打来质问 他为什么要把昨天打架的视频上传 此时男主看着昨天扯掉的电线才明白 自己当时只是关掉了显示屏 主机跟摄像头都还在运作 而直播中一旦电脑关机内 将会直接把回放自动上传 虽然很不敢置信 但看着账号上的实时在跑的数据 和接近一万的各地评论 只得无奈接受了这个现实 他本打算马上删掉 可突然发现一次观看就有0.1元 如果以这个单价乘上现在的观看数 打架的视频很快在网络传开 学校的人也知道了黄毛若鸡的事实 纷纷把他当成了效果 于是为了维持自己本就不高的地位 他选择欺负搬上玩游戏的宅男 经此仪式寸头哥也直接将他抛弃 黄毛深刻明白从现在起他的地位和男主一样 另一边男主真切明白了有钱的快感 十万的医药费笑着就付了 毕竟视频产生的一百万收益已经是板上钉钉 靠播放就赚钱让男主只觉得美好的在做梦 但下秒黄毛就一拳把他打回了现实 黄毛要求平分一半收益 可男主怎会答应 两人就这样再次互欧了起来 可当他们打完在椅子休息时 黄毛却是冷不丁拿出了他们刚才打架的录像 男主还以为又要上传这个 但黄毛却表示连续发同样的内容可没人看 肯定被人说造假 他这次找男主的真正目的不是打架 而是合作一起靠视频赚钱 黄毛十分自信靠着曾经为寸头哥做企划和拍摄等经验 能帮助男主成为下一个网红 简单来说一切幕后工作都由黄毛做 而男主只需出镜就能赚大钱 一番话说的男主蠢蠢欲动 于是便询问如何分成 黄毛见计谋得逞 以为男主不懂直接表示酒一分成 可男主当场就给了他一个友好手势 如果是这样他还不如老老实实去快餐店网工 说着就头也不回地离开 但黄毛却是彻底慌乱 毕竟这可是他唯一可能翻身的机会 于是急忙表示自己拿小货 可男主依旧不理他 竹主只因不小心把打架的视频发到了网上 结果却因此狂赚一百万 尝到甜头后他果断选择和黄毛合作 而这次的剧本则是在七十万粉丝巴哥的直播中 当众拆穿他霸凌同学的真面目 两人的一炮而红毫无疑问成为了巴哥一个绝佳的直播题材工具人 虽然很不爽 但为了导到流量 男主选择忍耐 因为他在等待一个好时机出手 也就在这时 巴哥宣布他会从点赞和订阅频道中 抽出一位幸运而赠送最新型的电脑 观众信了 准确来说是男主信他这个鬼 他告诉直播中的观众 巴哥是在满口胡话 抽奖和中奖人都是造假的 对方纯纯的就是一个大骗子 他只不过是在镜头前装作三好学生而已 其私底下压根就是个小混混 而自己身上的瘀青就是最好证据 这样的长久霸凌让他决定破罐子破摔 连以为会点燃巴哥的怒火 殊不知他因为电池没电停止了直播 文言两人瞬间被吓尿 要知道接下来 他免不了被一顿毒打 虽然挨打的是男主 不过好在黄毛早就按照剧本开启了直播 其主题则是直播博主巴哥 其实是个无药可救的不良少年 而男主现在要做的是专注发挥演技 只要像往常一样挨打不还手即可 仅是过去25秒 他们的频道订阅数急速攀升 而男主也没想到 挨揍也能赚到大钱 一直以来尽管自己拼命打工 也无法支付妈妈的治疗费 因此他必须要靠影片爆红来赚取更多的钱 不过想归想 他还是做出了反抗霸凌的架势出来 本以为看戏的同学会出手劝假 没想到个个都非常冷漠 于是在看到对方满身的肌肉和刺青 和自己的那几斤脊俩的排骨肉后 他果断还是选择了放弃 然而巴哥依旧不依不饶出言 嘲讽他的妈妈因此才会得哀症 此言一出 换作是谁都忍受不了这种侮辱 本以为能凭借勇气挽回延面 殊不知巴哥一个单手便把他给拿捏了 随后一招过肩摔 给他摔了一个底朝天 他是没想到原来体格的差距是那么重要 却传来了一阵声音 他本想安静地睡个午觉 没想到却被吵醒 直到巴哥在看到他的模样后 彻底傻眼了 原来对方正是综合格斗季界的 明日之星金文成 没想到他也是跟男主同班 巴哥见状彻底怂了 要知道他的这种打架的方式 在金文成的面前 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 果然金文成的气场不是盖的 巴哥见状也只能按道晦气转身离开 男主虽然是打输了 不过他也在黄毛的直播中狠狠圈了一波粉丝 回到家后的巴哥 原以为关掉直播就能逃过一节 殊不知在他充好电打开手机的那一刻 那铺天盖地的唾骂和退订 让他彻底傻眼了 虽然当时很狼狈 但男主现在的自我感觉非常良好 至于为什么 那便是自己狠狠地教育了巴哥后 隔天就上了热搜 被暴揍的影片很快就扩散了出去 达到了遍地开花的讨论 不过巴哥也很聪明 他以为网上是没有记忆的 只要自己多做善事和当社工 就能挽回自己的形象 殊不知还是让不少网友 扒出了他不少造假的影片 就这样 一代人见人气的网红巴哥就此落幕 这天黄毛找到了男主商量 接下来他们的主力题材是打架 但目前却有一个瓶颈 那便是影片的长度 因为平台不是靠观看数量 而是要靠广告来赚取收益 只要在长度适当的影片当中插入广告 才能赚到更多的钱 可即便如此 男主的上场打架也撑不过一分钟 所以黄毛建议男主 他必须要至少撑过三分钟才行 如果做不到 他们的频道就会做不下去了 为此男主当晚便从网上找一切 有关于格斗的技巧 他必须要独自学习打架才行 无意间他搜索发现到有一个频道 不过却是订阅数为0的博主 然而这一打开却让他发现了新世界 里面出现的格斗教学影片 更是惊掉他的下巴 他是没想到 对方没人观看也会上传这么多影片 于是二话不说点开了其中的一个视频 出现在画面的是一个头戴机关头的男人 名为除击 他认为在学习实战之前 必须先复习打架的正确心态 第一条便是禁止激动 如果不能控制自己 那么挥动的不是拳头而是自己的情绪 反之如果你能让对手情绪激动 就会形成对你有利的局面 所以接下来他要传授的第一招便是无痛挨揍法 男主看到直呼实在太假了 没多想就跑去睡大觉 为了赚更多的钱 他辞去了在汉堡店的兼职 店长还在出言嘲讽他人红了就不用工作了吗 殊不知却遭到男主的犀利眼神 也在这时 女神突然出现 他觉得男主揭露巴哥的行为很是帅气 为了答谢男主自己在上次被巴哥骚扰的事情 女神决定要跟男主互加好友 毕竟男主辞职的话以后他们就再也联系不上了 就这样 男主在与女神的聊天中彻底陷入花痴的状态 但他的这副模样被黄毛看在了眼里 黄毛还以为他沉溺于涨粉的事情当中 要知道一个普通人只上传两部影片 就能累积到十万的频道订阅数 男主简直是业界的第一人 这可是连普通的艺人都无法做到的事情 于是他询问男主找到打架撑满三分钟的方法了没有 毕竟他绝不能错过这次机会 然而就在这时 先前跟随巴哥的美女主播找到了他们 原来是他的粉丝吵着想看男主跟他直播 于是在他的疯狂暧昧的撒娇之下 两人是彻底绷不住了 突然巴哥再次找了上门 黄毛表示要是自己上传影片的话 巴哥的结局显然可想而知 虽然不爽 但巴哥依旧不会放弃复仇的 就这样男主又再次赌过一劫 不过这也就印证了厨鸡的教学是真实的 隔天男主和黄毛相约就拍摄的事情等待当中 不料就在这时 有人认出了男主 他们声称是男主的粉丝 毫不避讳地询问男主的影片能拿到多少收益 男主还以为两人是真爱妇 然而却是自己在想屁吃 他很快就被带到一处无人的小巷子进行打劫 他是没想到 就算自己出名也难逃被人恐吓勒索的命运 就在自己钱财不保之际 黄毛闪亮登场救援 却不料帅气不过两秒半 他就被混混一拳KO了 随后便把男主的手机给顺走了 这下糟糕了 要是没有了手机 他就不能和女神谈情说爱了 这手机简直就比自己的命还重要了 男主本想打算报警了 殊不知黄毛早就布局了这一切 他从刚才男主被带到这里就一直开启直播 这可是赚钱的好机会 只要追上他们 观看人数就会不断攀升 此时的观众不断劝说 男主鼓起勇气去拿回手机 想到不能放弃观众 男主终于是做出了绝点 女神只是不小心碰了你一下手 夏淼脑海瞬间思绪万千 开始幻想和女神结婚后的幸福生活 每天下班回来不仅能与家人调情 还能享受耳女绕戏的天伦之乐 男主本是个平平无奇的高中生 但因为机缘巧合 靠着打架视频爆红于网络 于是为了抓住这从草根逆袭的风口 他做起了以打架为题材的账号 而这次男主选上的对手 就是附近臭名昭著的混混 首先由他讨要被抢走的手机 接着机友在一旁开启直播 尽管混混的打架本领很强 但男主在经过专业格斗家的指点下 已经初步掌握了无痛挨作法 那就是用额头提前接住对方的拳头 这样一来受伤的代价就会最小化 而且拳头的作用力还会反弹到对方肩部 只不过在场只有男主一人知晓其中奥秘 毕竟其他人看来男主就是主动挨打一样 但男主从格斗家学到的还有一招闪避 如果对手打来的攻击不是惯用手 就可以用格斗技巧中的摇头晃脑轻松躲避 就这样混混挥出右拳时 男主就直接上前用额头应接 至于左拳攻势则是靠摇晃来闪躲 等这场诡异打架持续数十分钟后 既有突然意识到了大问题 因为双方的节奏越来越慢 导致直播观看的人数迅速变少 但就在他思考要不要提前下波时 直播间突然飘来了一句男主会赢的评论 瞬间引起了大量人讨论 而发出之人正是职业格斗的忠实粉丝 果不其然没过一回战局就出现了转折点 混混经过长时间挥拳 此刻拳头已经发红 毕竟一般人打沙包都会这样 更何况混混打的还是坚硬的头骨 而现在随着肾上腺素退去 混混只觉得双手刺痛的不行 男主就这样靠着挨打硬生生赢下来最后胜利 也顺利拿回了手机 但他不知道的是 经此一世同效的短发女已经盯上了他 时间很快过去一周 男主和混混打架的视频获得了百万点击 并收到了至今以来的第一桶金 两百万 然而两人刚九一分完钱 机友就开始担心之后该怎么办 毕竟根据平台的审核机制 视频一旦被打上暴力和黄标就得不到一分钱收益 所以这次能拿到钱全凭运气好没被判违规 随后在周围闲逛时 男主看上了一件最近超流行的名牌衣服 但14万的高昂价格却让他打消了这想法 只因在他的认知中 这笔钱完全可以去拼兮兮买一百件衣服 显而言之男主现在虽然有了两百万 但还是保持着原先平民的消费观 可直到女神发来了周末一起去玩的消息 男主瞬间改变了主意 周末就穿上名牌在公园等候女神 由于太过紧张 他便开启直播感谢起了粉丝们 殊不知却看到了爆红的负面 会遭到许多小黑子恶语相向 也就在这时 一个女人自称粉丝跑了过来 男主还以为这是自己的真爱粉 不料女人找到却是他身后的户外博主 就在男主身受打击时 户外博主采访到了一个漂亮女生 但女生却表示自己有约了 再次近距离看到女神小薇 男主只觉得现在什么都可以抛之脑后 手不经意地触碰 更是让她浮想连天 此刻前所未有的幸福感席卷来 但自然也少不了路人的指指点点 比如将她们误认成情侣 又或者是男女方差不多的身高 听着这些闲言碎语 男主不禁猜测小薇觉得和自己在一起很丢人 于是默默脱下了名牌 殊不知小薇将一切都看在眼里 之后不仅没对她冷淡 反而更加主动地找话题 然而此时的男主彻底被自卑加深 面对女神的话语总是显得心不在焉 现状小薇还以为男主感觉这里没去 便起身提一步如换的地方 她没想到两人明明在网上聊得很好 为何线下见面男主却是一副挨打不理的样子 眼看误会就要越来越大 男主也是心意很开始自爆起来 在男主一连串的自爆言语和细节下 小薇内心不免有些悸动 两人之间的误会也顺利消除 然而欢乐的时光还没持续一会 小薇就收到了小学时 气完的很好的同学电话 而那个人现在不仅跟男主同一所学校 还是格斗界远近闻名的新兴金文 极帅气和强大于一身的男神人物 差那间男主的脑海再次妄想 只不过这次小薇的结婚对象换成了金文 就在男主思考如何不暴露自己是阴沉角色时 金文已经来到了两人面前 原本男主以为对方肯定会揭穿他 然后让自己从此被保卫看不起 可文成却好像要故意帮他一样 不仅说两人是一个班的 还问起男主最近是不是在开直播 说他也有在看 虽然侥幸逃过一劫 但男主却并没有感到开心 因为他们三个一起走在街上 无论怎么看 保卫和文成都才是最配的 所以男主决定退出成全保卫 于是就找了个借口说自己假勾炎发作 不能再继续一起去玩了 可让男主没想到的是 黄毛静一直跟在后面偷偷开直播 在看到男主临阵脱逃后 他找过来质问男主为什么不继续下去 刚才的气氛明明就很好 对此男主解释说自己和堂堂正正长大的他们不同 他只是一个肮脏扭曲的假勾炎混蛋 所以男主很清楚他和保卫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人 但这时黄毛却突然震惊起来 告诉男主恋爱就像是一场比赛 有很多人竞争也是正常的 虽然有些对手确实很强劲 但却不一定能走到最后 黄毛让男主仔细回想一下 找他出来约会的是谁 请他喝咖啡的又是谁 如果保卫对他没兴趣又怎么会为他花钱 难道他没看到离开时保卫寂寞的表情吗 被黄毛骂了一顿男主顿时醒悟了 于是马上就要去找保卫表达自己的心意 另一边男主找到了保卫 不过这时文成却刚好要离开 他下周还有比赛 所以需要先回去准备一下 临走时 文成回头说男主其实很会打架 他每次都有看男主的直播 之前用头主动赢拳的战术 确实能将伤害减到最小 但后面还有一些动作 应该是男主为了节目效果故意没做的吧 听到这男主有些猛逼 这些招式都是他在网上跟鸡哥学的 他只看到了无痛挨奏法这里 根本不知道后续还有招式 但这也让男主感到有些害怕 难道说鸡哥的教学不是只有他能看见吗 文成走后男主和宝卫来到公园长椅坐下 这时宝卫也想起男主是不是有话要说 所以才找了回来 憋了半天男主才问出宝卫的理想形是什么样的 对此宝卫回答说应该是诚实的人吧 听到这男主刚准备诚实的表白 但这时他却发现黄毛竟在后面的草丛里面偷偷直播 于是便将其给抓了出来 可男主很快发现了问题 就是黄毛的脸怎么一副被揍过的样子 而紧接着八哥就一脚踹飞黄毛走了出来 同时一起的还有他的两个混混手下 见状男主想让宝卫先回去 但八哥却完全不给机会 见此情景男主刚要气血上头冲上去 但他突然想到鸡哥说的不能被情绪主宰 所以就准备先激怒八高 这时男主也想了起来 鸡哥在片尾说过 用过一次无痛挨揍法后还想再用的话 那人完全就是傻子 无痛挨揉法最大的破绽 就是能背上勾拳轻易的破解 接着男主还想再回忆一些鸡哥的教学 但奈何他目前就看了这么多 所以只能站着被八哥狠狠地暴走 但即便是这种情况 男主也不忘记求揉 让八哥放宝卫回家 男主没想到八哥在开着直播 而且还逼着黄毛当摄影师 却不料也就是这事 宝卫突然发起反抗 一巴掌扇在了八哥的脸上 这下可把八哥惹怒了 让黄毛把镜头转到一边去 他要开始打女人了 健壮男主也不得不使出 自己目前唯一的手段 那就是脱下所有裤子 让八哥的账号被永久封禁 让开玩笑 不然是不得了 脱がなくても大丈夫 小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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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主没想到在关键时刻 文成竟看到八哥的直播后找了回来 而这也导致他那为数不多的自尊 没能派上用场 解决完八哥几人 文成走到宝卫面前问他有没有事 但宝卫却表示男主才更需要帮助 而文成作为男人自然懂男人 拉着宝卫直接离开了 因为在这种时候这么做才是真正的为男主着想 没有谁希望心爱之人看到自己落魄的模样 此时树林中 一直悄悄跟在后面偷看男主的一个短发女生看到这一幕 也忍不住流出泪来 毕竟谁都知道在心爱之人面前尊严被反复碾压是多么的痛苦 在这次事件过后八哥换了直播方式 靠着每天怒对黑子 又吸引了一批新的粉丝重新火了起来 只不过这次直播被戏弄的对象 从男主换成了黄毛 而另一边男主再也没去过学校 就连保卫也联系不到他 因为他正在家看鸡哥教学努力修炼 这次的内容需要一个月才能学完 另一边在学校八哥由于找不到男主在哪 只能每天开着直播打黄毛 让他把男主给叫出来 可黄毛却异常地讲义气 一直在说让男主不要出来好好待在家里 男主主动朝敌人跪下 在心上人面前被迫脱掉裤子 甚至连最后的尊严都是情敌出手保住的 回想起这些屈辱 男主几乎就要崩溃 不过还好这是鸡哥的视频给了他力量 只要跟着练习一个月 就能学会打赢普通人的办法 首先打架三要素的第一步 就是拥有强大的体格 所以男主每天必须摄入大量的蛋白质来增加肌肉 要知道职业格斗选手有着足以弥补体格差距的技巧 而不会技巧的普通人最好的办法 就是打造出可以承受对手攻击的身体 于是男主每天将各种肉打成泥当水喝 虽然有些难以下咽 但一想到价格昂贵的蛋白粉 男主也只能强忍着恶心喝下去 接着是第二步意志力 如果只是每天摄入蛋白质不训练的话 那么就只会增加身体的负担 这时候就需要强大的意志力 逼着自己每天做负重训练 让蛋白质更好地被吸收 最后是第三步 拥有足够的体力 而锻炼体力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游泳 于是男主便根据姬哥视频说的 每天来到澡堂里面游上几个小时 并且要握拳游泳 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让体力得到提升 当然至于为什么不去泳池 因为那里到处都是俊男靓远 男主这种阴暗的人不敢去 做完这些后 男主刚准备继续学习 却不料姬哥说 无论这一个月如何努力 体力和体型都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所以必须学习一些技巧才行 曾经有个记者问格斗冠军 如果是不会打架的被霸凌者 要使用哪种格斗技巧才比较好 然而格斗冠军的回答不是拳击 因为那只是外行人的想法 要是只能选一种的话 那必须是小腿踢 这也正是姬哥接下来要教男主的技巧 首先双脚张开与肩同宽 接着一只脚踩地并向外微扭 把全身体重放在这只脚上 另一只脚完全放松 像要转身一样将身体转动起来 在男主练习的这一个月 黄毛在学校可就惨了 时不时就要被八哥暴揍一顿 而且八哥还靠着怒对小黑子 让直播间又重新火了起来 粉丝更是涨到了90万 但八哥却不满足于此 于是便让黄毛去找男主过来直播 只要能帮他突破100万粉丝 就重新聘请黄毛当摄影师 接着黄毛来医院找到男主妈妈 说自己是男主的朋友 看他几天没来上学了很着急 所以想要他们家的地址去找男主 原本黄毛是去过男主家里 但由于那里的房子长得都很像 所以他现在即便去了也找不到在哪 很快黄毛成功拿到了地址一脸音效 因为终于有人能代替他挨揍了 可是第二天来到学校 黄毛并没有将男主带来 面对八哥的质问 他撒谎说自己去了男主家里 不管怎么喊男主就是不出来 八哥威胁黄毛让他发信息把男主喊来 黄毛却让男主不要来学校 八哥是想要挑战痛点你拿五万的任务 原来在去医院的那天 黄毛拿到地址后刚准备离开 男主妈妈就叫住了他 问他是不是男主的同班同学 黄毛有些震惊的回头 他不知道对方怎么会认识他 然而男主妈妈接下来的的话 让黄毛彻底改变了想法 在暴揍了黄毛一顿后 八哥开着直播让男主赶快来救他 却不料也就是这事 男主拿着手机出现在了教室门口 他把开着直播的手机甩给黄毛 然后静止走向八哥 告诉黄毛准备拍摄格斗事况回归特辑 标题是如何打赢普通人 不过别看男主现在一副自信的模样 其实内心非常的紧张 甚至连刚才说的台词 都是提前写好在手心念出来的 而男主刚才的挑衅也成功惹怒了八哥 但在面对攻击时 他却一如既往地用出了无痛挨揍法 这可把八哥给乐坏 毕竟上次直播过后 谁都知道这个招数的破解方法是上勾拳 然而八哥却没想到无痛挨揍法只是男主的诱 被男主踢了一下八哥笑出了声 因为他以为男主用的是低踢 而低踢的部位应该是大腿才对 但这时之前直播间的大叔又出现了 他发弹幕说就是要踢这里 真是受不了那些不懂的外行人 就连坐在后面的文成看了也忍不住说 男主这招用的确实非常专业 在综合格斗中 将低踢的强度活用到最大程度 就是男主现在的小腿踢 这招即便是外行人用出来效果也十分显著 与传统慢慢累积造成伤害的低踢不同 小腿踢马上就能让人感受到剧烈的痛感 也就是这时八哥才笑不出来了 因为腿上传来的阵阵疼痛 让他感觉事情发展有些不对 看到这后面的文成也笑了一下 他上次就知道男主会用这一招了 毕竟无痛挨揍法的组合剂正是小腿踢 其实实战中如果双方有体格差异的话 逃跑也是十分重要的 接着男主一边逃跑 一边找机会用小腿踢 把旁边的黄毛看得直呼牛逼 不过这时文成却发现了问题 在这后面应该还有一招才对 八哥说我知道了 原来你就只会小腿踢这一招吧 用一个月学会一招 你也是费尽心思了吧 看到男主的小腿踢被破解 在场的所有人都开始嘲笑 说他一个月难道只练了小腿踢这一招吗 可他们却殊不知机哥早就在视频里面说过 如果只会这一招的话很容易被破解 但在一个月内想要学会两招的话又很难 所以当对手注意力都在小腿踢的时候 就可以玩偷袭了 机哥说过当对手的注意力都在小腿踢的时候 机会就来了 配合之前握拳游泳训练提升的力量 男主成功一拳打倒了八哥 这时八哥的两个小弟蠢蠢欲动 黄毛马上就跑过来站在了前面 我不会放过你们的 你碰他一根手指看看 我诅咒你们所有人屁股生乱疮 见状两个小弟直接就怂了 当然他们不是怕黄毛 而是男主背后站着的温成 自从这天过后 八哥再也没来上过学了 当然不是因为他怕了男主 而是接受不了自己跌落神坛的事实 虽然说这算是因果报应吧 但男主一想到还在痛楚中的八哥 经过这一战 八哥之前的粉丝都过来关注男主了 男主的粉丝也突破了15万 这次再挣到钱后 男主给妈妈买了件18万的新衣服 而且怕妈妈觉得有些贵 他还故意把标签撕掉 说是在网上买的便宜货 这时妈妈突然说起 有个男主的朋友来过 在外面听到这句话的黄毛顿时就变成小丑了 男主两人直播声称 想要找一位专业的剪辑师 然而直播间报名的观众一个比一个牛逼 用这些人当剪辑师绝对会出大问题 这时之前一直负责弹幕解说的大叔站了出来 难得找到一个会剪辑的也只能试一下了 隔天三人就约定好了面试时间和地理 然而来赴约的却是一名可爱的女高中生 其他同学也都在吐槽 明明长得那么可爱 说话却像个大叔一样 黑手健壮也笑了出来自己被骗的好彩 然而当秋天握住他的手指 黑手瞬间就恋爱了 大白天就做起了梦还流了口水 随后秋天拿出了他自己做的开头给男主看 黑手看着秋天的小手直接就主张录取 而秋天选择格斗实况 而不是其他主播的原因 就是被男主不放弃的精神所打动 一个天天被欺负的人能够握起拳头反抗 从此之后他就开始默默关注格斗实况 说完原因后秋天微笑地伸出了手 宝威看着这一幕还在埋怨 明明有时间为什么一直不接自己电话 然而这时却看到一旁的游戏厅门外 已经围满了群众 好奇心是宝威也围了上去 却看到地上爬着一堆人 还有一个在打游戏的男人 此人正是黑手为男主安排的 下一个挑战目标成泰勋 因为黑手知道他用的是跆拳道 才会这么选择 就连他都知道跆拳道的弱点 只要注意对方的足迹 当他攻击的那一刻上前抓住对方 在扫他的腿让黑手这个小身板上 都能轻松获胜 然而这时一旁的秋天听不下去了 跆拳道不能实战 只有外行人才这么认为 不适合打架的是竞技跆拳道 他需要在限定的时间内争取更多的分数 而实战跆拳道是以打倒对手 为宗旨的战力式格斗技 曾有人将一些格斗技高手聚集在一起 测量他们的踢腿速度和威力 跆拳道的瞬间速度和威力 都远超泰拳和卡波耶拉 瞬间速度达到了惊人的219公里每小时 威力更是高达1043公斤 就连格斗专家麦克阿瑟都说 如果被跆拳道的必杀技击中 自己也一定吃不消 一旦命中对手就难逃致命伤害 相手に背を向けることが許された唯一の技 後ろ蹴り 捕まらなければいいんだろ テコンドがすごいのは分かったけど この人俺とどんな関係があんの ああ大したことじゃないんだけど 俺らのチャンネルは不良と喧嘩するコンテンツだろ まあそうだな 新庄が次の対戦相手だ わっなるほど 残念なにバカのこと言ってんだ なん而这事男主还不知道 打架必胜法就在他的眼前 在学校的成泰勋完全就是一个混混 看到同学穿着名牌就要和对方换 如果对方不同意的话 成泰勋也不会对他出手 而是拿他的朋友当成人质 他真正想要的不是物质上的东西 而是看着朋友被做却无能为力的 你感到羞愧 男主还想着逃避 秋天在看到成泰勋的人品后 都忍不住想要上去做他 另一边放学的成泰勋碰到了上次游戏厅的人 这次他们带来了自己的大哥 然而还没等对方说完话 成泰勋就一脚踹了上去 听到大胖还在羞辱台拳道 成泰勋的脸一瞬间就黑了 一个转身躲过大胖的飞扑在一脚踢在他的脸上 本以为他下一招会是回旋踢 大胖也做好了防御的姿势 却没想到成泰勋原地转了一圈再次踢在了他的脑袋上 接下来就是一套丝滑小连招将对方彻底打扶 大胖也终于肯交出一百块钱 但成泰勋问的却是他一旁观战的朋友 小胖马上开始掏口袋准备交出去 却没想到成泰勋又一脚踢了上去反问他要一万元 这一切都被躲在一旁的黑手偷拍了下来 而成泰勋也注意到了他悄悄跟了上去 就在男主两人聊天时突然走了出来 我 本以为这样就能逃走 却没想到秋天突然从一旁跑来 大喊着如果敢对他们出手自己绝对不会放过他 男主还以为他会和当时的保卫一样引发危机 却没想到近视眼秋天走近一看是成泰勋 立马就在一旁踢起了狮子 就这样被霸凌的两人变成了三个 殊不知秋天的老爸才是真正的格斗天花板 成泰勋也认出了他们就是格斗时光 并且当场接下了挑战 如果男主输了就把账号送给成泰勋 眼看男主还在犹豫 成泰勋一脚就踹在了黑手肚子上 此前因为偷拍职业选手被当场抓包 还被他认出了自己就是直播向他宣战的人 并且当场就接下了挑战 如果男主输了的话 就必须把自己15万粉丝的账号交给他 一看男主还在犹豫 成泰勋一脚就踹在了黑手的脸上 就算受了重伤黑手 也不愿意将自己慢慢培养起来的账号拱手让出 男主还想叫成泰勋冷静下来好好谈谈 结果却再次被他抬起腿威胁 男主也是想过用小腿剃偷袭他 但在脑内演习无数遍都是以失败告终 最终男主也只能同意将账号送给他 而成泰勋只是想看到朋友被做却无能为力的你感到羞愧 当他遇到像男主这样没有自尊心的人就实在没办法 只能删了他一巴掌约好了交易时间 来到医院男主不断地向黑手道歉 当时只能这么做 如果不妥协的话就不是断两根肋骨这么简单了 最好还是报警解决 男主走后秋天走了进来安慰黑手 但黑手找了各种理由支走了秋天 当时他本来想在秋天面前好好表现一波 但却被他看到了自己窝囊的样子 这一切都被门外的男主听着 就像当初在保卫面前的自己一样 这一刻他也下定了决心 第二天男主来到了游戏厅坐在了成泰勋的对面 随便用一个角色将游戏中使用跆拳道的成泰勋满血穿衫 听到这话的成泰勋黑着脸走了过来 男主将带有账号的手机拿了出来 但不是现在就交给他 给男主一个月的时间 如果在这之后男主还是输的话 就会交出账号还有自己团队的两人 下午回到医院后男主将这件事告诉了两人 秋天还一脸气愤的说着 如果男主输了就由自己出手 让他尝一下正宗的秋天小腿踢 回到家后的男主直接打开了鸡哥的频道 自学打架第三节 普通人打赢跆拳道的方法 当然先卖个关子 普通人打赢跆拳道是绝对不可能的 当然这说的是在擂台上 面对同时拥有高超步法和强大腿技的跆拳道 用街头打架方式获胜的方法 就是让对方无法施展腿技 这就需要掌控场地 选择容易打滑而且狭窄的地方 只需要在一个月后挑一个下雨天将他约在巷子里 正是训练之前要继续以前的小腿踢和体能训练 将胜率提升到40%的方法就是抱腿摔 训练场地就选择澡堂的冷水时 利用水中的阻力锻炼肌肉和心肺的耐力和体力 抱腿摔锻炼的是核心肌群的成果 接下来的一个月都不能停止 一段时间后出院的黑手和秋天开着直播来到了男主家中 结果发现他家大开着门却没有人 听到衣柜里传出不可描述的声音才发现男主在里面掉着 秋天也发现了一旁缠着插座的沙包 将胜率提升到50%的方法就是锻炼腹肌 观众和黑手认为男主这些全是无用功 秋天在一旁开始了解释 跆拳道的后腿踢威力极大 为了能挺住攻击必须要努力锻炼身体 一个月后如期而至 男主还专门看天气预报挑了有雨的一天 然而看着这散开的乌云他也只能跪下球 这时黑手从一旁开着直播过来告诉了他一个残酷的事实 天气预报已经连续两周没准过了 一听这话男主扭头就跑 与此同时在厕所看直播的程泰勋还在想拿到账号以后要拍一些什么东西 突然隔壁的水流喷到了他的脸上 男主拿着水龙头走了进来 按照鸡鸡胶的第一节课先是将他激怒 在人工降雨让整个空间全部打湿 最后在对着直播间的观众说出了经典的不要忘了点赞观众 这一拳下去男主已经眼貌惊心 黑手也认为已经结束了 观众也发现了重点 男主竟然专门穿了防滑鞋 在澡堂训练时他就一直穿着防滑鞋 这也让他在澡堂里变成了个大红人 可真打起来男主才发现自己太小条职业选手 泰勋哪怕用不了腿计 但手上功夫也完全不是他能抗衡 表面看起来泰勋是在滑步 可却能巧妙调整身形站稳脚步 这也是职业选手和普通人的不同 见状男主也不敢有任何保留 直接使出看家本领小斐踢 毕竟与其单方面挨打不如以伤患伤 此时黄毛看得尴尬症都犯了 只因男主每次踢腿都要喊出招式名 可他殊不知这看似中二的行为 却是男主制胜秘籍 原来上次他就靠着踢腿声东击西 一记重拳狠狠终结了笑靶 而现在男主则是将后招变为了抱腿摔 在几轮重复招式对拼下来 活不其然泰勋被成功骗补 于是男主瞬间便招成抱腿摔 因为专门训练了整整一个月 抱腿摔的效果十分有效 泰勋直接被放翻在地 但越是这种时候越不能追击拳头 毕竟职业选手的抗击打能力可不是开玩笑的 如果一拳不能终结对方 那绝对会被反杀 最稳妥的办法就是双手交叉死死抓住泰勋的衣领 将全身力量集中在拳头中压迫其紧动脉 为此男主还特意进行了专项特训 只要保持十秒就能让泰勋大脑攻血不足昏迷 然而正当男主拼尽全力时 泰勋却是邪魅一笑 文言男主才后知后觉发现自己刚才太激动了 结果连基本的脚技姿势都出现了破绽 但招式被扩还是小问题 男主怎么也没想到泰勋之前竟然是故意被压制的 其真正目的就是为了抢走男主的防滑血 这也意味着泰勋最强的腿计解除了封印 面对腿计没有限制的跆拳道高手 男主的格斗师傅只有一个建议 有多快跑多快 另一边经文正在观看男主两人打架的直播 而旁边就是男主暗恋的女神小薇 因为男主连续好多天没有回消息 生闷气的小薇压根不想去看男主任何事 殊不知 只是一眼经文就明白 但胜处天平又翻转 果断关闭了手机 小薇还有些不明所以 可经文却知道接下来发生什么 此刻男主本想直接投降认输 可黄毛却出言提醒他不要忘了赚钱的初衷 一语直击男主内心 再加上根据情报记载 泰勋的惯用脚是现在不能离地的右脚 这也意味着他未必不能取胜 然而下秒泰勋的一脚就把男主踢回了现实 毕竟是职业选手就算不是惯用脚 但造成的威力依旧不容小觑 结结实实挨上一脚 男主只觉得大脑一片空 还不等他回过神 泰勋又是一记跆拳道最厉害的后统踢 一套连招下来 男主已只得无力跌坐在地 泰勋推测男主的肋骨很可能练 随即便走向黄毛准备拿走男主的账号 可就这时黄毛却是一点惊恐 只因男主竟再次站了起来 原来为了承受跆拳道的必杀技 他特地锻炼了腹肌 因此他现在还有着一战之力 说着便站进厕所要继续和泰勋战斗 见男主这么赋予完抗泰勋 也是再次使用后骨蹄 不同先前的奖计 新闻发现男主这次做的棒球角十分完美 而这正是当初他在擂台上打赢泰勋的招式 直接给泰勋留下了深深心理阴影 如今面对男主的棒球角 泰勋下意识就做出了拍手投降的举动 毫无疑问怎么看他都已经输掉了 然而黄毛却发现男主完全没有收力 只因男主明白这可不是擂台 只要给对方喘息之机内败的就是自己 因此专注的他完全没注意泰勋已经失去了意识 而是心里默数了十秒 此刻泰勋回想起了当初被金文终结冠军梦的那场比赛 一时间内心情感无比复杂 可等他恢复意识竟发现男主二人并没有离开 反而为他按摩疏通血脉 但泰勋只觉得这是男主在怜悯自己 暴怒的他就要动手 可男主却将捡起的跆拳道手表递了出来 他明白这对泰勋来说似乎很重要 就这样尽管过程万分惊喜 但男主还是取得了最后胜利 甚至还直接一转画风打起了香水广告 而素材在经过秋天的剪辑加工下 直接好取了三百万播放 男主粉丝即将突破二十万 可所有人都没想到 这个视频将会给男主带来一场巨大悲剧 女孩在上班时偷偷刷视频 不料这一幕正好被顾客撞见 刚一抬头 就看见一个身高足有两米多的撞小火 嘴上颤颤微微不停地夸赞他可爱 想要他的电话号码 殊不知这家伙的背后 还挡住了一群傻愣着的顾客 撞小火不知道怎么讨女孩子欢心 就直接一口气买了三十分大汗毛 但即便是这样 女孩依旧没有给他电话号码 通过旁边的同事得知 这已经不是撞小火第一次来骚扰他了 撞小火走后 宝威想起了之前被八哥骚扰时 是男主挺身而出帮他解围 可最后却是他抛弃了男主 撞小火名为黄万机 是很有名的韩式摔跤手 此人生的榜大妖元力大如牛 轻轻松松就可以扛起一头五百斤的猪 他在看到男主的视频后 认为只要打败男主 他就能成为下一个格斗网红 画面切换到学校 男主作为一个专业的长期被霸凌者 他认为程泰勋并不是一个坏人 因为当时还手表给他的时候 男主看出了他眼里的不甘雨落寞 黑手没想到男主竟然是这样看待程泰勋的 当时的视频一经发布 粉丝们截到了程泰勋被打败时的图片 因为他实在是太帅了 要是他也做视频的话 就凭那张脸就能光速吸粉二十万 不过他本人可能不感兴趣 秋天想要改变老太境险的坏习惯 突然一条玩具蛇从天而降 原来他的同学最喜欢用恶作剧欺负他 以冬茂男为首 他们甚至想要将秋天的球胎录制下来发到网上 秋天蹦蹦跳跳地想要夺取手机删除视频 却被冬茂男一把推倒在地 旁边的女生讥讽冬茂男 现在秋天和男主是一伙的 小心人家跳出来开直播打死你 秋天不允许任何人嘲笑男主 蹦打起来一拳挥了过去 却被冬茂男学着男主用了一招无痛挨作法 顿时小手疼得红肿起来 黑肠之一把揪起秋天的领子 让他不要再继续装可爱了 一副眼泪汪汪的样子 很容易让人误会他们是在对同学进行霸凌 就在这时黑手站了出来 他学着秋天老太的口吻说话 最近的年轻人真不像话 总喜欢消遣可爱的女孩子 秋天还以为他是个王者 不料帅不过一秒就被打翻在地 毕竟黑手是个战斗力为零的渣渣 都貌难举起右手 还想继续对黑手进行输出 不料被男主一把抓住手腕 尽管气势很足 但这个身高确实非常影响氛围 黑肠之一边摸着男主的脑袋 嘴里讥讽这种家伙是怎么打赢程泰勋的 不如把视频号给他们算了 男主为了假扮出一副凶狠的样子 想起了程泰勋的专属技能 东傲南觉得这家伙实在太搞笑了 必须用八哥的闪电八连杀给他点教训 就在这时金文成出现在了男主身后 怒怒言争 还好文成及时出现 不然他们肯定免不了一顿毒打 黑手没想到 身为女生的秋天居然也会被那些混蛋霸凌 从秋天那里得知 他们在视频号上经营着一个肚脐三剑克的组合 平时经常以整股路人做视频 更可恶的是 那种视频居然还挺受欢迎的 所以他们才会变得愈加肆无忌惮 黑手实在咽不下这口气 教唆男主一定要替秋天狠狠地打他们一顿 然后揭发他们的不良博主行为 晚上男主睡觉时 想起了白天文成让他有空联系一下宝威 虽然答应了文成 但男主在宝威面前求太进出 实在没脸继续联络宝威了 画面切换到秋天家里 他撅着屁股把脸埋在枕头里傻笑 脑海里全是男主白天英雄救美的画面 想到这里实在是忍不住了 给男主发个信息问候一下 一转头发现放在角落里吃剩下的老年补品 他突然有了一个好主意 画面再次切换到宝威打工的汉堡店 黄万机舔了舔舌头 这家店的售货员看上去软糯香甜 心里下定决心 一定要让他做自己女朋友 黄万机走后 宝威重重地呼出一口气 这个人每天跑来那样盯着他看 感觉真的很恐怖 他很担心下班时 会被黄万机堵在回家路上要电话 就在这时男主出现在他面前 撇过视线哆哆嗦嗦地 想要点一份上次没吃完的草莓盛丹 宝威见这家伙这么无礼 说话都不正眼看人的 于是很生气地告诉男主 这里不卖草莓盛丹 随便拿出几个冰块夹了的草莓 重重地摔在男主面前 让他赶紧离开 果然宝威还在生气 但是他仍旧给自己做了 菜单上没有的草莓盛丹 男主顿时感动不已 毕竟已经两个月没有联系他了 宝威这样对他是应该的 就在男主低头沉思之际 宝威撇过视线偷偷看了一眼男主 男主并未察觉 默默端起宝威为他做的草莓盛丹 决定要吃完再走 就在男主端起盛丹的时候 宝威看到男主手上 写着各种聊天技巧 打电话 然后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连忙用手掩饰 对男主表明他并不是在嘲笑男主 只不过男主手上的小抄实在太好笑了 男主见宝威笑了 他笑起来真的很迷人 男主甚至看他脸上露出了浅浅的酒窝 宝威见男主一副舔狗模样 话锋一转 随即质问男主 是不是招募了一名可爱的剪辑师 虽然宝威仍旧在笑 但男主觉得他这个样子比程泰勋还要吓人 男主不敢有任何隐瞒 打着寒战把他知道关于秋天的事 151时的汇报了一遍 接着宝威又抛出了一个必杀技 问秋天和他比谁更可爱 男主瞬间射死 这替他真的不会 还好秋天及时出现 一见面就给男主来了一拳 男主也很默契地使用无痛挨揍法进行割挡 宝威第一次见到秋天 感觉秋天真的非常可爱 接着秋天把奈何保健品送给宝威 并且告诉宝威 男主平时经常将宝威的名字挂在嘴边 他今天就是特意来替男主给他道歉的 他觉得男主这么笨 一定不知道如何好好表示歉意 所以只能是他秋天大小姐亲自出面了 男主觉得秋天确实聪明伶俐 很会说话 宝威得知秋天的来意后 弱弱地对男主说了一声传信给我 男主顿时喜笑颜开 决定以后一定会拼命给他发信息 秋天见他们已经和好戴上耳机 学着男主假意说自己假拳发作 想要回家去休息了 说罢一瘸一拐地离开了这里 天色已晚男主本想送他回去 但秋天摆了白手 让他好好陪着宝威就行 回去路上秋天为了给自己壮胆 故意唱着自己欣喜的歌曲 唱到一半 想起了男主夸赞他很可爱的画面 一时兴奋狠狠地踢了电竿一脚 顿时疼得哭天喊地 隔天宝威上班时 男主不停地给他发信息 正要给男主回信息时 突然一条玩具蛇从旁边窜了出来 宝威被吓得扭伤了脚摊坐在地 旁边冒出肚脐三剑壳 举着摄像头对准他一顿猛拍 接着向宝威介绍了他们的身份 顺便给宝威道了个歉 请求宝威同意他们将视频发布在网上 因暗恋女神受到欺负以低调为生的男主 终于不再隐藏实力 一改往日的归男属性 换上西装的他犹如战神现实 要一个人干翻所有敌人就在不久之前 男主了解到学校有个已拍整股视频的三剑课 尽管深知对方真是人品不行 但每个作品的质量和流量都特别好 比如先故意下可爱的妹子一跳 然后再卑躬屈膝道歉 这样一套流程下来不仅能得到妹子原谅 还能得到发布视频的许可 三剑课的粉丝少说也有70万人 这直接是男主的三倍 还多文言男主瞬间心动不已 如果整股内容涨粉这么高 那他还做个屁的打架视频 然而黄毛却明白整股可不简单 不光要考虑整股类型 还要以防各种突发情况 尤其是如何让被恶搞的路人一笑而过 就在他们研究视频时 不曾想三剑课竟突然来到了身后 开口对着男主一行人就是冷嘲热讽 毕竟在他们眼中男主三人 就只是视频领域的杂鱼罢了 一开始男主还很气愤 可当看到女神小微发来消息 瞬间将一切抛之脑后 可她怎么也没想到 小微发来的竟是家园消息 病房内首先赶到的经文 就询问起了受伤缘由 只因昨天她走在路上 突然被人用假蛇吓了一跳 导致脚踝骨折不说 甚至还差点被车撞 然而整股者比起关心她 却优先在意拍摄的画面内容 还笑着讨论要用剪辑技术 把视频加工成更有趣 时间拉回现在门口出的男主 正好听到一切来龙去脉 脸色瞬间变得无比冰冷 哪怕是小微连忙表示 自己没什么大爱 可依旧阻证不了男主报仇的心 于是在让小微好好休息后 男主果断将三剑客 视为了下个挑战的对手 回到家男主第一时间 便观看坤哥 如何以一打多的打架教学 然而再看到坤哥那超离谱的办法 男主不禁陷入了纠结 他只觉得那个方法实在太离谱了 于是他决定寻找其他方式报仇 首先就是反复观看三剑客的整股视频 看能不能发现一些突破点 例如用黑道大哥的口吻 在电梯里打电话以此来看路人妹子的反应 又或者是抽烟被警方抓获 总之每个视频内容都十分劲爆 有趣播放更是高的可怕 为首的鲨鱼帽推断照这样下去 他们这个月收益甚至要突破200万 殊不知男主己已经悄悄挖出了一些视频的漏洞 比如黑道大哥恐吓路人妹子 黄毛发现里面的电梯键根本没亮 这也就说明妹子是特意找来的演员 假哭什么的都是按照剧本进行的 又或者是吸烟被警察抓获 这怎么想都有点夸张 于是黄毛专门去警局问了下出警记录 发现警察根本不是因为吸烟而出动 而是有人说鲨鱼帽可能是通缉犯 现在想来肯定是鲨鱼帽的队友报的假警 从而伪装成吸烟被诉补的样子 但明白这点黄毛并不奇怪 毕竟现在很多网红为了流量和钱 常常将一些精心策划的剧本包装了真实事件 黄毛想就这样曝光三剑客这些视频的漏洞 可男主却感觉这还不够完全搞垮对方 必须要有关键性的证据 也就在这时斑花找上门来 希望能和男主来场直播联动 他为此还想好了将咖啡不小心撒到自己身上的剧本 从而来超播热度可对于这种造假的是男主压根不想掺和 还提议斑花不如去找三剑客联动 斑花很生气但行动却很诚实 当天下午就和三剑客进行了合作 并完成了自己撒咖啡的剧本 斑花的演技一下获得了鲨鱼帽的认可 斑花想在合作拍些视频可却万万没想到 三剑客的下个题材竟然是打假男主的格斗视频 在他们眼中 以男主那种弱鸡肯定不可能打败跆拳道职业选手 全程肯定是套好招的并且就算是真的 鲨鱼帽也要靠剪辑捏造谎言 彻底让男主在网上混不下去 听到鲨鱼帽这么邪恶的想法 斑花当即就要找借口开溜想独善其身 可鲨鱼帽又怎会放他离开 鲨鱼帽本以为就能以此威胁斑花 殊不知对方却是道高一掌 原来这一切都是男主率先安排好的局 让斑花假装和三剑客联动 实则用男主手机拍下他们造假的证据 而作为交换男主则会和他进行合作 此时的三剑客看着男主只觉得无比陌生 那身上的霸气风范完全不同网任 并且不知为何男主的体格也跟着高大起来 这让鲨鱼帽不由地怀疑男主其实真的很强 只要一到打架就会进入这种状态 殊不知这一切都是男主装出来的 只因坤哥交他一打多的办法就是虚张声势 用绝对压迫的气势恐吓对手 以此到达不战而胜的目的 然而就在三剑客差点信以为真实 男主却是不小心狡猾甩飞了鞋子 而鞋子里的数个增高垫正是他变高的命 就此装了半天的B瞬间原形毕露 男主揭穿了三剑客视频不可告人的一幕 但也因此遭到了对方的围追堵截 面对一亿敌多的局面 男主下意识就用出了自学的打架招式 这没有丝毫停顿的连招 瞬间让男主意识到自己实力似乎进步了不少 然而奇怪的是 遭到他踢击的两人却像没事人一样站着 就在男主不明所以时 正在观看直播的经文已经发现出了一样 虽说男主没有运动种子 可毕竟完成一个月练习一万次踢腿的壮举 普通人面对男主的低腿踢根本不可能无伤 换言之被踢中的两人 现在从容的表情完全是装出来的 真实情况就是腿已经痛得动不了 但经文搞不懂事 为首的鲨鱼帽明明没遭到任何攻击 为何也站在原地 这时经文格斗师傅却是一语点破真相 只因现在的男主已经被鲨鱼帽认为是十分强大的对手 心里已经不受控制 据起了只得强装镇定放狠话 不敢真正上前动手 殊不知其实男主此时内心也是怕得要死 但肾上腺素的分泌却让他热血沸腾 就在双方陷入僵尸之际 秋天制服了鲨鱼帽的女友 想以此威胁三剑可投降认输 见状鲨鱼帽顿时笑 他们刚好可以顺着女友这个台阶体面非常 经此一世男主却意外发现自己觉醒的特殊癖好 他开始变得非常享受打架中的乐趣 而这将是他以后通往强者道路最关键的一步 很快男主打败三剑可的视频就在网上获得大量顶级 三剑可尽管第一时间公开道歉 可由于造假影响恶劣 最终还是男逃退往的命运 然而安稳的日子并没持续太久 男主暗恋的小微这边就出了问题 每晚遭到一个变态胖子悄悄跟踪 眼看闲猪手就要得逞 好在潜伏已久的经文及时出现 虽然双方的体格差距悬殊 但身为职业格斗家的经文却是一点不慌 反而想试试自学打架的招式 比如第一招让对手情绪激动 又这样画面一转 经文便用脚技死死锁住了胖子一条手臂 却不曾想对方力量强的可怕 静硬生生把他整个人举起 紧接着就是试大力尘的一枕 但经文又起会让他轻松命中 如今双方矛盾已经彻底激化 经文也打算动用真格好好打一架 可就在双方即将交手的前一秒 男主的声音却是突然传来 原来因为刚刚和小微的聊天中断 他出于担心就第一时间从家里冲了船 却恰好撞见了这一幕 怒火上头的他就要跟胖子拼命 不料 仅仅一招 男主甚至连惨叫都发不出就被砸晕过去 事后得亏警察及时来到现场控制了局面 这件事才算告一段落 事后黄毛通过网上查询 发现胖子原来不只是体格撞手 更是还有着韩式摔跤手冠军的身份 可相比摔跤他更为喜欢漂亮的妹子 每每看到心仪的妹子 他就像发情的动物冲上去 除了喜好可爱妹子 他还特别讨厌护花的剧名 因此每次都会狠狠暴打对方 再一次在女神面前挨揍 男主只觉得无地自容 但更糟糕的是 胖子还将自己打败男主的照片上传到了网上 一时间男主好不容易建立的形象受到许多负面言论 不少人还怂恿男主打回去 可明眼人都知道和胖子打就是送死 思来想去黄毛最终决定由自己出面解释 将胖子打败男主一事包装成了意外事件 在黄毛的解释下舆论很快就偏向了他们这边 然而事情好不容易平息 男主却始终觉得无法释怀胸口仿佛有石头堵着 不光是害怕小薇再次被胖子跟踪 更是自己咽不下那口气 于是他如往常想到了坤哥的打架教宿 可这次却完全没找到初学者打赢摔跤手的视频 这无疑加深了男主对胖子的恐惧 但随之而来的还有再也无法压制的亢奋 昔日打架让他对肾上腺素深深着迷 而对手越强就意味着获得的快感越强烈 但好在仅存的理智让他明白 仅凭他现在的实力完全是去送死 于是当天放学他第一时间就找到拳管的泰勋 希望对方能教他跆拳道理的绝招后踢腿 文言泰勋虽然有些惊讶 但他上次可说过再见面就要攒了男主 于是下一秒 尽管有背包挡在胸前 但泰勋全力的后踢腿 依旧给男主造成了不可忽视的伤害 此时男主才明白自己先前之所以能打赢对方 只是别人从头到尾没用过权力 泰勋很好奇男主为何要学后踢腿 殊不知男主将说出有史以来他最想听的一句话 变摔跤手的抗击打能力究竟有多离谱 即使被人全力踢中老二 他也能强忍疼痛给你来个过肩摔 男主多日的努力瞬间形同虚设 难道普通人真的打不赢摔跤手吗 就在不久前 由于女神遭到疑似变态的胖子跟踪 男主想要出头可瞬间就被对方挤下摆平 为了找回场子以及满足自己体内喷涌而出的格斗欲望 男主果断找到曾经的手下败将请教跆拳道杀招 并靠着夸赞跆拳道是最强成功败泰勋为师 可开始训练的第一天男主就猛了 他怎么也没想到 泰勋竟然让他倒着跑步 起初男主还以为这是对方把自己当成玩具戏目 不曾想泰勋却表示学习后踢腿的关键就是倒着跑 就这样转眼过去一个月 男主对于后踢腿的掌握已经小有所成 于是他立马向胖子发起了挑战准备一血前池 殊不知现在有多自信等会就有多狼狈 刚见面男主就使出了自己最得意的招式低腿踢 可不曾想完全没对胖子造成一点伤害 尽管很不可置信 但男主又接着踢了好几脚 然而一番尝试下来胖子依旧是稳如泰山 反倒是男主感觉自己腿又要踢麻了 他不知道的是胖子身为职业摔跤手为了在比赛中不轻易倒下 训练中甚至会全方位锻炼身体各个部位 眼看情势不妙男主立即到跑开溜 以便随时观察胖子的下一步举动 此时的他才明白自己找对方挑战的决定因果实 看着男主倒跑的速度胖子不禁赞扬了一种 可下秒就狂奔追去 别看他体型大旦每天跑30公里早已是家常便饭 见状男主下意识就照着胖子面门挥出一拳 想借着对方的惯性力急于反击 殊不知自己这一拳打在胖子身上完全是刮痧 反手就被一打拎住 事到如今男主明白力量方面已经无法取胜 所幸不如将希望寄托在棒球角 想依靠压制胖子的颈动脉让其昏宁 但这想法来得快取得更快 只因胖子的脖子不仅粗得可怕 高度更是让男主跳起来也摸不到 可这时胖子却说了句意义不明的话 文言男主忽然意识到莫非头部就是摔跤手的弱点 于是试着打了一拳 殊不知这直接激怒了胖子 下秒就给了男主一记过肩摔 得亏男主事先穿戴了几只护却 虽然意识涣散但好在还没有受伤 看着男主这副彩样 黄毛当即劝其赶快认输保命要紧 然而此时的男主斗志却是不减反增 脑海不断回想泰勋对他说的话 跆拳道是最强的格斗技 于是下一秒 男主的后踢腿接接实实踢中了胖子要害 一瞬间疼得胖子意识模糊 可脚上传来的触感顿时让男主察觉了不对 他从始至终都只是想踢胖子的胸口 可万万没想到因为身高差距意外踢中了蛋蛋 见此一幕男主瞬间心脏骤停 等胖子恢复过脑 接下来他的结局可想而知 果不其然胖子下秒就将男主举气准备狠狠来个后仰摔 所有人都明白这下要是摔出 男主少说也要好几处骨折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男主的手开始惊慌万抓 不料这一抓意外改变了整个战局 谁也没想到胖子其实是个地中海 随着假发被男主扯掉全场瞬间安静下来 就这样僵持了数分钟后 这场打架不管是男主还是胖子都没了继续的意思 在安慰对方不要放弃治疗秃顶后 男主也才明白一切源头都只是个误会 原来胖子因为怕完全秃顶找不到女朋友 所以才会对众议女孩展开看似疯狂 实则并无恶意的追求 之所以跟在男主女神后面 反而是为了保护小微被坏人跟踪 好在现在一切误会都解开了 胖子本心其实一点不坏 甚至面对男主莫名的挑衅还一直手下留情 一时间众人都是潸然泪下 就这样事情迎来了巨大反转 大量网友纷纷声援支持胖子 鼓励他只要保持初心 总会遇见自己的真命天女 事件能以这样圆满收尾 一直观看这场直播的经文几人 都是安心不已 每个人心中更是似乎多了一股力量 促使他们继续前进 最终视频在经过秋天精心剪辑下 取得了大几百万播放 男主赚取的钱也是逐步增加 母亲的手术费再也不成问题 要不了多久就能出院回到家 但格斗直播带给男主的还远不止于此 除了俘获了女神的芳心 昔日孤独的他身边 已经不知不觉聚拢了许多重要的伙伴